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是希望能铺路习近平拜登11月在旧金山市的APAC峰会上单独会面 美中最近恢复对话的驱动力之一 就是定在11月在San Francisco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同时称北京是希望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该会议 并与美国总统拜登单独会面来铺平道路的 据《华尔街日报》在周一当地时间5月19日报道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周在维也纳 与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进行了一个超过8小时的会谈 同时美国的驻华大使伯恩斯 也与中国外长秦刚还有商务部长王文涛 在北京是践行的会面 报道引述中国的国际关系教授的分析称 上周的会晤对于打破过去几个月的僵局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他表示美中都希望能够稳定两国的关系 双方都不希望关系继续的恶化 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截至目前北京在气球事件后 一直搁置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反华事宜的重新安排 那么报道引述一位美国的官员就说 关于重新安排的布林肯反华的行程可能何时成行 沙利文和王毅没有讨论具体的日期 另外中美两国的政府均已讨论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以及财政部长耶伦可能的反华之行 拜登早前是告诉记者称 在安排与习近平对话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 但没有透露两人何时可能对话 而这两位领导人上一次会晤 要追溯到去年的11月份 在印尼的巴厘岛的20国集团 也就是G20的主要经济体峰会前 是他们上一次会面 这边我们说的好像是习败坏有可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条消息 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来说 不算是什么特别好的消息 我们看到中国方面是取消了83.2万吨的 美国玉米的订单 而另外有消息声会去转到巴西方面的订单 而与此同时 拜登在证实他今天会再与共和党的领袖 来商讨美国的债务上限的问题 中国买家在过去三周 已取消涉及83.2万吨的美国玉米订单 未来还可能会取消更多 很可能会从巴西那边买到更便宜的玉米 而且一些中国猪饲料的生产商 以小麦来代替玉米制作饲料 也导致中方的需求减少 来自彭博社的消息就说到 一些商人说美国玉米现在的竞争力是比较弱的 第三季交割的巴西玉米 每吨比美国玉米要便宜约30美元 而在其中也提到 在中国的河南省 小麦价格每吨也比玉米便宜约180人民币 再加上由于小麦丰收 价格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下降 吸引饲料生产商用小麦来代替玉米 而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是说 将于当地星期二与国会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及其他共和党领袖商讨一个债务上限的问题 本月9号 拜登就与国会两党领袖 就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举行会谈 但当时是没能打破僵局的 不过在刚刚过去的周日 拜登表示 对提高债务上限的谈判 还是持一个乐观的态度 不会因此推迟前往日本广岛出席 七国集团峰会的行程 而麦卡锡方面则说到分歧仍然很大 又认为白宫方面也是仍然想要达成协议的 对此呢 美国的财长耶伦是多次警告 如果政府与国会不能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 那么可能最快在下月1号就会出现债务违约 美国这方面呢 还面临着债务违约的这个风险 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中方呢 最近也是不断的有很多动作 习近平呢 是说中非是比以往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画面上的王毅 还有秦刚呢 他们是会见了匈牙利的外长 可以说啊 是各方都在拉结朋友了 那说到拉朋友 还有不得不提到的这个人就是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呢 是旋风访欧之后继续访英 可是英国的首相办公室却说 没有计划对乌克兰提供战机 我们看到这是来自于俄卫网 5月15号引述英国首相办公室的消息说 英国没有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计划 路透社在援引英国首相发言人的话中报道说 没有这样的计划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15号的时候已经抵达英国 他在伦敦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举行了会谈 俄罗斯此前已就向乌克兰供应武器问题 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发出了声明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指出 任何包含乌克兰武器的物资 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 泽连斯基于过去几日 旋风式地访问了意大利 梵蒂冈 德国以及法国 为外界预期会使乌克兰将发动的大规模反攻 来争取军事及财政等方面的支持 而最近发生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一个选举的状态 无论是泰国 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土耳其 土耳其的选举委员会称 在5月28号会是他们的最终决选 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在5月15号确认 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会在5月28号举行 争取连任的总统阿尔多安 会与共和人民党的领袖克雷奇达尔·奥卢 当天是进行决胜 俄卫网15号的消息就称 土耳其的最高选举委员会主席耶内尔在记者会上表示 由于没有任何的总统候选人在14日的首轮投票中 获得了50%或以上的选票 因此委员会决定在28号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 这也是土耳其史上首次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 耶内尔指 截至到当地时间15号下午3点15分 阿尔多安的得票率是49.51% 而克雷奇达尔奥卢的得票率是44.88% 是非常胶着的 而土耳其境内票站的点票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剩下的约3.5万张将会有选民在国外投下的选票 尚未被点算 目前只能等到5月28日才是他们最终选出土耳其总统的时间了 最后我们关注到的这条消息跟科技和商业相关 其实如果玩游戏的朋友们 其实对暴雪这家公司不会很陌生 那么现在欧盟是批准微软公司 以690亿美元来收购暴雪 科技巨头微软以690亿美元收购游戏开放商 动视暴雪的交易 在昨天5月15号获得了欧盟委员会的批准 认为这个交易是不会损害游戏市场的竞争 并接受微软的补救措施 包括促进云游戏市场的竞争 承诺10年内会让云领域的竞争对手 在自己的平台上提供产品 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的副主席兼反垄断专员 他的名字叫做维斯塔格就表示说 这笔交易是有利于竞争的 有助发展云游戏的市场 不过这笔交易到底能否成功 其实还是存在变数的 英国的竞争和市场管理局 已在上月的时候提出了反对 而微软则对他们的反对表示 要继续提出上诉 裁决预计需要数月的时间 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 也是在寻求要阻止交易 因此微软到底能不能成功收购暴雪 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看起来目前欧盟是已经批准了 既然说到了这些文娱产业 还有经济方面 我们也是为大家插播一条消息 来自香港迪斯尼乐园 说到他们是连续8年一直在亏损 于是他们从下个月中起 每周会营运6或7天 那么香港迪斯尼乐园 在上个财政年度净亏损了21亿元 按年收窄来到了12% 是连续第8年录得亏损 因此他们就已经宣布 从下个月也就是6月中旬起 恢复每周去营运6天或7天的这样一个模式 未来11月还会有新的主题园区进行开幕 不知道能不能够帮助他们扭亏为盈 我们说政治和经济都是息息相关的 在国际局势不断动荡之下 这些文娱公司还有经济产业 似乎也受到了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国际新闻的头条速递 感谢您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